大家好 我是咪咪 我是咪媽 今天我們要講的故事是 星星碼頭 星星碼頭 文張曼娟圖 陳狐狸 欸我覺得好像在那裡看 聽過陳狐狸欸 根本沒有 哇好漂亮喔 這是一個失去與獲得的故事 小鹿八歲的某一天 覺得自己失去了全家人的愛 因為一個肉呼呼 醜兮兮的弟弟誕生 奶奶在百貨店門口 放了長長的鞭炮 還準備好多迷月郵飯 給所有上門的顧客 從小就沒有這麼熱鬧過 好多人擠啊擠的 擠到這間 玻璃路西餐廳來 吃弟弟的滿月酒 這裡本來是爺爺和小鹿的專屬餐廳 爺爺是位優雅的聲勢 一年四季總是衣著整齊 他帶著小鹿來餐廳 常常坐在靠窗的座位 點一杯不加糖也不加奶的黑咖啡 再幫小鹿點一杯冰牛奶和啟事蛋糕 祖孫兩人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 對比與奶奶掌管的百貨店總是鬧嚷嚷 小鹿更喜歡和爺爺無所事事的安靜待著 因為喜歡這樣的時光 他也喜歡玻璃路 可是現在所有人都圍著弟弟不斷讚美 好像那是一塊閃閃發亮的寶石 沒有一個人願意看他一眼 小鹿覺得非常寂寞 獨自從餐廳逃出來 跑到了黑夜的城隍廟 他穿著新做的洋裝 毫不珍惜的坐在廟口石街上 坐在另一邊的年輕人注意看他 雖然那個人看起來不像壞人 卻讓小鹿覺得不開心 看怎麼看 年輕人微笑的說 這件洋裝是我做的 小鹿的媽媽和奶奶 都喜歡找這位阿森師父做衣服 他們說他雖然年輕 卻能做出最吸引時髦的衣裳 這塊布料是日本進口的 髒了可惜喔 阿森說著 掏出一塊手帕不平 讓小鹿坐在他身旁 小鹿就是這樣遇見阿森的 阿森說他在等人 那個人始終沒來 他們兩個聊起來 阿森給小鹿看他畫的服裝設計圖 小鹿指著一件 又指著那一件 說他長大後就可以穿了 他們聊到星星都亮了 阿森送小鹿回家 在百貨店門口 看見喝醉酒要出門的爸爸 正與生氣的媽媽拉拉扯扯 小鹿放學後 跑去阿森的裁縫店 看見一個餅乾盒裡 收集了好多用剩的粉片 小鹿用粉片畫畫 畫出很特別的粉彩畫 阿森誇獎他畫得很好 這個跟粉餅有點像 它是扁扁薄薄三角形的 這個我以前我舅媽 他畫衣服的時候也會用這個 阿森請小鹿送一封信去 滿翠樓交給玉蘭 小玉緊張又興奮的去了 他知道那就是阿森一直等不到的人 也知道阿森是為了他 才離鄉背井來到這裡當裁縫的 小鹿覺得玉蘭好美 好清純和百貨公司裡那些 農裝夜抹的女人都不一樣 阿森感謝小鹿幫忙傳信 便做了一件衣服送他 媽媽看見小鹿的衣服 卻沒時間管他 因為要忙著照顧弟弟 還要和爸爸吵架 奶奶根本沒有看見他的新衣服 爺爺覺得衣服很漂亮 高興的對小鹿說 爺爺帶你去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在兩條街外 有一座碼頭 人們乘坐渡輪來往兩岸 一直到那天 小鹿才知道 原來有一班渡輪 會駛到出海口 而後航向一艘郵輪 看見那麼大的船出現在眼前 小鹿的心都快要跳出胸腔了 郵輪上的水晶燈非常明亮 比家裡百貨店的燈還要亮 穿梭在郵輪上的大人們 都穿著華服 舉著酒杯聊天或大笑 爺爺在他們之間 講著英語和日語 也拿著酒杯 搓飲葡萄酒 搭渡輪回城時 爺爺顯得很沉默 小鹿忍不住問 講外國話的那些人 他們住在船上嗎 他們只是搭船旅行 或是要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爺爺也想旅行 或是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嗎 今天的事 不要告訴任何人 是我們的秘密喔 小鹿發現每個大人都有秘密 爺爺消失一整天的時候 可能就是去海上的郵輪了 爸爸策劃著逃離 他藏起了一支滿滿的箱子 奶奶的百貨店 好像虧損得很厲害 偷偷躲起來哭 媽媽每天 帶著幸福快樂的面具 阿森和玉蘭偷偷約會 不能讓人發現 而他自己的秘密 就是一點也不喜歡弟弟 他有時推著推車 把弟弟帶到碼頭 很想跟往來的客商說 這個小小孩 沒人要的 你把他帶走好嗎 但是忙忙碌碌的乘客 連看都不看弟弟一眼 他也把弟弟帶到城隍廟口 自己躲起來 等著有人推走推車 卻走來一對看起來 不是好人的男女 低頭鬥著弟弟玩 一面左顧右盼 竊竊私語 當他們的手碰觸車把的時候 小鹿跳出來大喊 你們想幹嘛 這是我弟弟 看來把弟弟丟掉的計畫 行不通了 阿森和小鹿常約在碼頭邊看星星 他們將那裡稱為星星碼頭 最後一班渡人開出後 他們看著碼頭上 投影在水面的燈光熄滅 就像是一顆顆星星沉入水底 那一天 阿森特別低落 他說 有的星星飛在天上 那麼亮 有的星星卻墜落水底 小鹿安慰他 星星在水底也很亮啊 只是我們看不到馬 為了安慰阿森 小鹿說起了搭郵輪的事 只要從星星碼頭出發 就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帶著玉蘭還有我 我們一起去旅行 然後找一個想去的地方 好不好 小鹿仰望著阿森 他知道阿森明白他的寂寞 他想和他們一起去遠遠的地方 阿森 玉蘭 和小鹿 終於要約好 一起旅行了 小鹿一直在碼頭等 等到天黑之後 等到星星出來了 一邊哭一邊喊著他的 竟然是著急的媽媽 原來玉蘭他們 不忍心把小鹿帶走 便送了一封信去百貨店 媽媽正和爸爸吵架 他們吵翻了 爸爸離家出走 媽媽本來要去追爸爸 卻在看完信之後 跑到碼頭來找小鹿 小鹿跟媽媽回家吧 媽媽哭著拉住小鹿 你又不需要我 你有弟弟還有爸爸 小鹿振脫開來 你爸爸已經走了 他不要我們了 他早就不要我們了 媽媽哭得肝腸寸斷 可是你有弟弟那就夠了 反正我也不重要 為了照顧弟弟 忽略你 是媽媽不好 可是我想到將要失去你 就覺得世界要毀滅了 小鹿 你是我的寶貝女兒 我不能失去你 媽媽溫暖的身子 抱著小鹿 一陣一陣的顫抖著 就算我跟你回家 爸爸不在了 家也不會跟以前一樣了 小鹿在媽媽胸前哭泣 從此以後 我就是沒有爸爸的孩子了 他想著覺得好傷心 只要有你和弟弟 就是幸福的家 我們三個人好好過日子 好不好 小鹿失去了阿森 玉蘭和爸爸 卻知道媽媽還是很愛他的 離家出走的爸爸 再也沒有回來 奶奶為了經營百貨店欠下許多債務 卻還是倒閉賣掉了 從來不管是的爺爺 對大家說 生意沒有了沒關係 大家都盡力了 只要家人都好好的 可以重新開始 奶奶痛哭失聲 她再也不用偷偷躲起來哭了 百貨店和房子都賣掉了 他們決定搬離這個傷心地 收拾行李那一天 爺爺穿戴整齊 甚是戴上了帽子 坐在沙發上閉著眼睛 安詳的過世了 小鹿無法形容那種心痛的感覺 他只好用力想著爺爺在郵輪上 紅光滿面 把酒言歡的笑臉 爺爺出發去旅行了吧 最後也會抵達自己想去的地方吧 他想著 眼淚卻止不住的滔滔流下 奶奶媽媽帶著小鹿和弟弟搬走了 離開那天 小鹿看見爺爺坐在玻璃路西餐廳的窗邊 對著他微笑 於是他牽起跑來跑去的弟弟 知道自己應該要長大了 為什麼他爺爺會在那邊 可能年紀大了 就剛好在那天過世了 就是穿戴的很好看 然後就走了這樣子 應該只是一個很剛好的事情 世界上很多難以預料的事情 所以 小鹿他剛好遇到這件事情 長大之後的小鹿 成了一個畫家 他走遍世界各地 最後回到大稻城 尋找那一段遺落的童年時光 在百貨店旁的老房子 開了一間工作室 你去把電扇關掉 他到日本參加畫展 以星星碼頭為主題的系列畫作 被一位日本買主 高價收藏 買主希望和小鹿見面 因為奶奶病重 小鹿趕著回家 沒能見到買主 日本買主堅持到大稻城拜訪小鹿 他們約在星星碼頭 如今的星星碼頭 早已荒廢料落 小鹿看見頭髮 花白的阿森等候著他 就像以前一樣 玉蘭陪著阿森到日本之後 激勞成疾 雖然阿森事業有成 卻換不回玉蘭的健康 他過世前要求阿森 將小鹿的畫掛在床前 他想夢見年輕時的自己 阿森與小鹿 一看見那些畫 我就覺得是你 謝謝你的畫 陪著玉蘭最後一段 對不起 當年我們沒有帶你一起走 阿森的眼裡有懺悔 小鹿深深明白 他們離開是對的 沒有帶他走 也是對的 許多命運的安排 要等到多年以後 才會顯出意義 小鹿和阿森 再度相遇了 那是星星出發的碼頭 有的星星飛到天上 有的星星沉入深深的水底 他們都在發光 眼淚的聲勢 小時候我們常常被提醒 遇到挫折或傷心的事 不可以哭 不可以流淚 要堅強 一直故作堅強 會不會有一天 發覺自己的心 變得又冷又硬 已經失去了柔軟和感受 等到年紀更大一些 竟然連流淚的本能 也失去了呢 於是我告訴自己 也告訴孩子 不要怕流淚 而要了解 每一顆眼淚的聲勢 眼淚為什麼流下來 是因為軟弱 還是因為同情 是因為孤獨 還是背叛 是因為傷害 或請求原諒 是長久來的期盼 終於成真 還是一直等待的和解 總算出現了 又或者是明白 某些失去的事 永遠無法追回的 流淚的時候 我們身體裡出現了空缺 需要時間慢慢修復 而這三部會本書 這三部會本書 不約而同的呈現出 對修復的渴求 與等待 今天的故事講完了 星星碼頭 拜拜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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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 謝謝